不寫價錢的菜單 代表著不受驅促的大阪精神 清秀帶勁的字跡 反映出古池先生對料理的熱愛 十年前左右 我每天都會手寫菜單 不用電腦 就像幫食物家調味料一樣 我想傳達一些訊息 烹飪是一種生活技巧 但在古池先生心裡 是一種藝術手段 作為米芝蓮一星餐廳的料理人 古池先生力求在每道菜裡 展現一種浪速精神 敦敦役 今天威先生到來這間 是米芝蓮一星的 是吃浪速料理的 浪速是什麼意思? 浪速的字叫Naniwa Naniwa其實是大阪的舊名 所以你當作吃大阪料理 其實浪速料理就有點像在日本 可以叫最早出現 像Fusion料理一樣 大阪的浪速料理 它就是在日本料理的基礎上 又接納融合了世界各地的各種各樣的料理 這邊的菜單 它就是特別的長 種類很豐富 很豐富 我的手已經不夠長 這是手寫的嗎? 對, 老闆每天都是手寫的 我看他的字 已經覺得他煮東西會很好吃 很有藝術感 那我們來看看吃什麼 好 你不要拔爛別人的章子 請來, 召起來 吞下魚、碟魚、劍尖魷魚 很好吃 很好吃 是不是? 蝶魚 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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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很喜歡這個 雖然是紅色多一點 但是… 有嗎? 對 有很… 它的口感是奧脫羅的口感 對, 會在… 真的入口即融的感覺 對, 不會留很久 不會讓你有很膩的感覺 這個就是Kinky, 枝煮, 喜之刺 Kinky可以煙烤, 也可以枝煮 有各種各樣的做法 是 然後我比較偏向枝煮 我比較喜歡吃這種 很好吃 好吃… 要將即點即做的喜之刺 做得這麼出色 古慈先生在調味上特別用心 烹調喜之刺的出汁 比一般的濃郁 務求在短時間帶出滋味 這個完全是師傅的功架 今天這個Kinky很肥 吃杯 怎樣了… 好漂亮, 放在那邊 很好吃 因為它入味的同時 它是做得很滑的 因為其實Kinky本身很珍貴 它是日本三大魚 是 河泉、安康 然後就是Kinky 它的珍貴是因為 你不可以平時像出海一樣 你用網子去罵它 其實它一上水就死了 所以一定要出海用海釣的方法 去釣一條Kinky 所以香港是買不到新鮮 就算你去日本也很珍貴 對 是 在傳統日本料理世界 學徒以堅守師傅的味道為傲 但浪速料理的學徒 就會海立百川不斷創新 這個就是古池先生信奉的浪速精神 這個就是宮崎牛的牛腿肉 它用鹽簡單的烤了一下 然後可以配這個味噌 你們可以先嘗一下這個味道 對, 我先嘗一下原味 是 我很喜歡它 因為它咬下去後 它的油先出來 然後就開始有咬口 它完了之後 它翻到牛肉的味道 所以轉軟一下 叮一下就是牛回來 就像牛回來 很好吃 很好吃 它的口感比我想像中感激 平時的和牛很… 很弱 軟 這個是有咬口的 因為它也有很足的油分 所以你可以配這個味噌吃 它這個味噌是自己做的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蔥 它用的是大阪的南波蔥 然後它這個味噌是金山寺味噌 它買過來之後 重新加油、炒製 才得到這個味噌 我還在想問你在哪裡有得買 那沒得買 沒有…沒有買, 自己做 這個是烏魚子和綠茶蕎麥麵 對, 燒飯 它有點像義式的那種風格 然後你可以拌起來吃 這個有點像蝦子洞 剛剛是烏魚子 烏魚子和綠麥麵 它的麵汁很彈牙 而且烏魚子掛上綠茶和綠麥麵 很多時候 好像有一顆一顆 好像被炸了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它這個麵很好吃 烏魚子的香味 如果喜歡烏魚子的人 會很喜歡這道菜 很喜歡這道菜 它的菜是有這個感覺的 是越吃越想吃的 每一個菜都很有創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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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來不易的一星薯榮 是對古池先生多年努力的肯定 也是推動他繼續創新的力量 每道菜的結束 由心而發的滿足 這一刻 我們和古池先生 成為了一頓飯的朋友 摸了米芝蓮之後 很多人莫名而來 我很開心 但沒什麼改變 因為未算聚湯 我會繼續努力 都放不上去 倒不下 加入豐富 休闕 梅 傑 利物 擁有 在農家 在農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